大家好 部長 但是今天今天歡迎報告 說我們進出這個國際這個新冠疫苗 代工的事情 各位 迎向莫德納公司有進出代工 領善 現在說約各地進出 但是總是認為說 美國這邊 對著這個他們的技術 會保護要求是關的 另外對著這個 有害救濟的心情 但是都表示說會冠軍心疾的速度 再來新冠疫苗 復蓋路到達了休息 做疫苗 後來不良歡迎通報的訴諒 也超過一萬驚 經過這關事 重新會議紀錄支出 有從這進出 還救濟生意適合 進進完成生意 十三個民眾主要治的申請案 還給一個人嚴重疫苗 有關係 得到救濟金九十萬 這也是目前主新冠疫苗的個案 裡面最關的救濟驚訝 現在速度在加快 所以我們在未來會定期 跟大家做報告 有通報個案是一萬多嘛 有通報個案 那目前好像有審批的案件 大概是二十二案 你懷疑有看委員會邀請 委員會邀請委員部長 臺市中報告進出 國際新冠疫苗台港的策略 看到之前疫苗台港 尚沒有因為三人的問題 沒辦法合作 如果立委關心 那位郭委員 向莫德納公司進出台港流散 那是已經有新進的 當然希望說不只後團 前面 原意的都有能夠 也希望可以取得技術嘛 爭取過程大概什麼時候會有一個結果呢 現在還在進行中 我們定期會跟他們保持聯絡 美國來講 他們對MRI的技術 是相當的保護啦 再來疫情問題 邊境變作是阿力來玩 春節減移措施 提早在12月17時 但風雨路關 大家都在唱 林亞立委的歡樂 春節荒台減移的變作是 國境榜山關節 的阿力措施 你認為這個四萬人是高估還是低估呢 應該是相對的低估啦 增加供應量來做一個因應 現在有監獄旅館 大概兩萬六千八百間嘛 那交通部積極的爭取 積極的使用 大概增加三千四百間 但是中逃勞 指揮中心已經減移 多幾天入境專案 雖是各當典開 但考慮到春節 董椅臺灣的人這麼多 十幾月十時後 比數人所要降下來 春節幾天是 獎聽一天的應徵 記者 國產大閉鼓 台北報道